在日本东京 有千千万万个家庭 福岛一家只有母亲惠子 以及儿子名相依为名 他们刚办了新家 就既往给房东送礼 大招呼 这看似很正常的一种礼仪 但都是惠子 使他太心虚了 所以才会这么做 因为其实他们并不只两人 露出新家 在他们带着的行李箱里 还尝试两位小孩 男孩叫冒 而女孩叫小雪 可福岛一家还不只这四位 因为还有一位41岁的女孩亲子 又比装不进行李箱 只能在半夜 有名将他偷偷带回家 四位孩子也都是惠子亲生的 但是他们的父亲 却都不相同 这也是不知道他们第几次搬家了 除了名之外 剩余的三位孩子 都是没有胡口称名 因此他们被惠子限制了行动 不能出门 不能跟人认识 只可以在不断更换的新家里行动 虽然听起来非常离谱 但是一家人却又是那么的开心 仿佛只要他们都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伤心难过 而在惠子上班的时候 明就在家给所有孩子煮饭吃 家里的杂食 几乎都是明的打底着 一盒廉价的巧克力 就能让小雪开心好几天 虽然惠子工作繁忙 但是对于几位孩子 他也是尽心尽力地呵护 下半生余的时间 一家人都是待在一起 虽然不富裕 但只能多少人 像这一家人一样温馨 可是这温馨 又在此持续不久 便打破了 因为惠子告诉明 自己爱上了一位男人 这句话 明已经听了好多次了 但唯独不同的是 这一次惠子对明许诺 只要他结婚了 那一家人 就都可以住在大房子里 也同样可以去上学 可对于这许诺 明并没有太多兴奋 可在隔天 明看到了妈妈的流星 他告诉明 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 这个家 就暂时交给明来照顾 对于母亲的离开 明没有哭 也没有闹 因为他早已经预要到了 拿着母亲给的生活费 明就开始给弟弟妹妹们 采购食材 可这一次母亲离开的时间 显得有点超过明的预料 手头上的钱 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每一笔钱 明都要激化着花 一家人的生存 都掌握在她的手上 不到几号关头 明根本不想麻烦母亲 但此时 她也无能为力了 没有钱的她 只能联系母亲 但是电话那头 却一直没有人接 联系不让母亲的明 开始惶恐 这一次母亲 是不是不回来了 虽然说 每一次母亲爱上一个男人后 都会消失一段时间 但这一次 未免消失太久了 当天亮后 明立马坐上去往远处的列车 在远处 明分别找到了两位中年男子 他们分别是惠子的情人 也是小雪 以及茂的父亲 但这 也只是明自己的猜想罢了 男子并没有太多钱交给明 但他还是给了他一点生活费 他告诉明不是自己消气 而是信用卡 已经被惠子给耍爆了 拿到前回家的明 看到自己的地理帽 正在伸手掉阳台的玩具 因为他一直记住母亲的话 除了房间 哪里都不许去 但在明准备绝望的时候 惠子却带了许多玩具回来 他替明剪断了头发 陪家里的孩子玩耍 但这一幕 在明的眼里 已经感觉变味了 惠子带着明 一人出来餐厅吃饭 明询问着 什么时候弟弟妹妹 可以去大房子住 去懵懵以求的学校上课 但是惠子 却扯通扯西 避开了这些问题 并举例于很多明人 都是不上课 不读书的 而吃完饭后的惠子 又要离开了 你走前 他告诉明 自己会寄钱给他 但明却有一种感觉 妈妈不会再回来了 圣诞节就好到了 果然如同明所想的 惠子没有再回来过 家里的钱又快用完了 明诚在寒冷的街道 等待零点的钟声敲响 因为这个时候 电波的食品 就会清朝地降价 泡面成为了他们的美食 弟弟猫 更是吃着泡面残留的汤 加入了生饭 但他却依旧吃得清新有味 当圣诞节到的时候 小雪敞络着 要去车站接惠子 因为惠子 答应他们圣诞节 一定会回来 在明陪着小雪等了一个晚上后 都没有消息 明也知道 自己的猜想 果然没错 但是所有责任 他必须扛起 他便小雪 妈妈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便许诺 在未来 一定要带着小雪 去走他最喜欢的飞机 听到明的话后 小雪再肯跟着明回家 所有的孩子 也都大概知道 母亲不会再回来的消息 而反映最强烈的 莫属金子 他躲在妈妈的衣柜里 不肯出来 因为他认为 这里还有母亲的味道 家里已经彻底没钱了 而金子 却拿出了自己攒的零花钱 这些钱 是金子想在以后买情用的 但即使有梦想 有时候 也理不过现实的摧残 从这一刻 明决定 不再孤手乘风 他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出门 这大自然的场景 让四位孩子都缓践洗地 但随着家里 断水 断电 他们不得已来到小区的水槽接水 附近的居民 没有一位选择帮助 因为 明时代太邋遢了 但明也不在意 只到一位叫杀新的女孩 注意到这群孩子后 他选择与这群孩子玩耍 因为在学校里 他也是被欺负的那个人 明给了他一种亲切的感觉 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的人 永远无法理解 这是多么的痛苦 在萨西来到明的家里后 混乱的场景 让萨西明白 明现在最缺的就是钱 于是 他选择了一位大叔 进行原教 然后将钱交给了明 但明却知道这钱 是如何来的 所以他拒绝了这笔钱的帮助 随着时间的飞逝 他们一天都不一定能吃一顿饱饭 而在明一次外出的时候 小雪就出了意外摔倒了 等到明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快不行了 为了救小雪 明却得到要去偷东西 但还是没有来得及 小雪走了 明和沙西洋人家小雪的尸体 带到了飞行场旁边的草地埋了 他绝不会像母亲一样言恶无息 至少他没有骗小雪 浑身舌头的两人 在列车上各自想的事情 而至于这群孩子的最后的命运 那就不得而知了 故事结束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电影 而现实里的明比电影还要凄惨许多 毕竟电影总是可以有那么点美好的幻想 而至于明为什么会选择报警 那是因为福利机构的生活 比无人知晓的绝望还要痛苦 因为他们知道母亲还活着 甚至连母亲叫什么 姓什么 长什么样 都清清楚楚 他们不是孤儿 为什么要选择福利院这种东西 最主要的一点 他们不愿意被拆散 而当到了福利院 被领养的概率是非常的大 与其兄弟姐妹被拆散 还不如在无人知晓的绝望中寻找希望 这估计就是几位孩子的心中所想 并不能说明蠢 有一些事 哪怕是需要付出死亡 也依旧选择去做 就如同 他们几位兄妹一样 誓死 都不愿意分离 而有人说过母亲的哭泣 有谁看到 她也是渴望爱 但无脑地泄露爱情的漩涡 最终的人生 也只会如同松子一样 被人嫌弃一生 伤而为人 我很抱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